辣 像四串火锅也很麻辣 不胖 这是岁月的积淀 姜老师 你最近靠身材反差出去了的话题特别的多 你来回复一下网友的评论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走在路上都绝对不会想到这个人是照的 确实我没有像他们这些年轻人 肌肉男也好 混男也好 你们觉得姜老师胖吗 不胖 这是岁月的积淀 年轻的时候 那个身材绝绝了 我也是很辣的 像四串火锅也很麻辣 他们都说我胖了 我觉得是一种丰满 丰满是人的心情是愉悦的 胖和瘦 重要 重要的是健康快乐的渡辣 虽然肚子上有肉 但是肉都没有跟着倡导 因为我一直提着气 提着气的时候 它肌肉是收紧的 一会可以让你去看一下斗的感觉 不愧是专业的院校院长 专业就是牛 第一次感觉到跳舞不看脸 不看身材 就是为了看舞啊 当你身体会说话的时候 我相信更多的人看到的 不是你的身材 不是你念不念的表情 是你身体的露出的影响 杨浅宏老师 别看我胖 我也可以同理 监君万马 现在不能说胖 肉粉 舞蹈一定能让你健康快乐 更壮实一些会更有感觉 那我每天会坐到办公室这段时间比较多 可能就积存了一些能量 但这个能量一定会让它爆发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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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